法律是遇到特權會轉彎不知道 不過小老百姓他們的權益卻是無人聞問 台中市北屯區有一群住戶 他們就出面指控 說在十多年前市府進行區段徵收 就以欺騙的手法要求住戶拆遷 承諾會給予補償 但是現在十多年過去了 三屆市長踢皮球 住戶仍然是最弱勢的 遲遲沒有獲得補償 台中市北屯區太原路太原5號橋附近 在民國85年還是一片河床地 當時聚集了166戶的鐵皮屋 遇到市府要區段徵收 開出條件要求住戶搬遷 我們的主張是將來是 比如說開花的成本價 來讓我們來飆售 來讓售不是飆售 結果後來我們現在發現到 他們說我們是不符合的 住戶說當時的台中市長林博榮 簽署了同意陳情書 但是沒有補償也沒有給地 後來的張文英市長 現任胡志強市長都在踢皮球 四個小時全部拆掉 沒有搬遷的機會時間都沒有 那麼現在的補償辦法完全是符合的 但是市政府到現在不穩不穩 都不給我們 我們在議會所有的議員都已經決議 市政府要按照目前政府的法令 能夠做拆遷補償救濟都應該 議員指出全台灣都有針對 違建戶遞上物的補償辦法 台中市政府不應該再拖延 應該先進行補償 再討論取得土地的問題 民視習武徐民航林靖隆 台中報導